如果你有想留意的股票 其中一個很方便的功能就是用Watch List Watch List可以令你很容易檢查你想看的股票 就不用每次都要打那個股票號碼逐次找出來 這條片我們會一起看看在IB的網站附帶的Watch List的功能 以及怎樣可以令到IB幫你盯緊股價 當那個價錢去到你設定的價位 IB就會主動去通知你 大家好我是小魚巴 現在在英國讀財務規劃 我在這個頻道分享適用於在英國生活和錢有關的資訊 包括投資理財、稅務、退休和遺產規劃 希望這些資訊幫到你 如果沒有用過Watch List這個功能 可能不知道Watch List究竟是什麼 但如果你看到這條片我相信你都懂得上網 有些你經常會去的網站 你可以在一個browser 去bookmark 如果一些你經常看的頻道 例如小魚巴這個頻道 你可以subscribe 或者Facebook page 你可以follow IG也可以follow 去支付股票 股票也是一樣的 一些你經常想留意的股票 你可以將它加入Watch List 之後你打開Watch List 就可以一次過看完你想看的股票 不用每次都打過股票號碼 Watch List這個功能 其實很多投資平台 或者網上 的工具都有提供的 今天我們就一起看看 在IB 提供的Watch List的功能 怎樣可以幫到你 首先我們看看 在IB怎樣找到Watch List 先去Research 下面就第一個就是Watch List 它By Default 你什麼都沒有設定 它都已經有幾個Watch List 有Favorites 還有就這樣叫Watch List 如果我們想開一個新的Watch List 我們就可以點這個New Watch List 接著我們就給一個Watch List的名字 譬如我叫它做My Favourite 然後你就可以加你想加的股票 或者其他投資產品的symbol 就在這個box找出去 譬如我加一隻VUSA 這裡看到三隻 上次都說過了 後面這組的字 第二就是講的是哪個交易所 我想選擇倫敦交易所 所以我就選LSE ETF 再加多一隻NVIDIA 加一隻美股 再加多一個Currency 譬如 GBP對USD 在IB它是用DOT的 GBP就是英鎊 USD就是美金 GBP.USD D 先加三隻 然後按Save 然後就把Watch List 當你Save 了Watch List by default 它都已經加了一些Column 這裡有5個Column 第一個就是 上一個 Last Price 上一個價錢 Change Percentage 就是價錢 轉了多少 這個就是 用上一個 Closing Price 去計算 接著就是 Beat和Arts 即是買入 賣出的叫價 不是全部都有的 譬如你看見 VUSA 因為我現在錄件 已經收了市 它就不會有 BeatArts Price 但是NVIDIA 美股現在應該是未收市 英鎊 是24小时 所以 也是 出到 譬如 Currency 它是出不到Volume 所以你這裡選擇的Column 其實未必是所有的投資產品 都可以 Apply 接著我們去看看 怎樣去加 或者減這些Column 按右上角有三個點 有一個就是 Edit Columns 首先 Selected Columns 就是你現在已經有的Column 都放在這裡 接著我們就可以去加一些Columns 例如你可以選擇 它就分了很多類 例如Price 對於價錢 這裡就有很多 例如Ask Price 就已經有 Bit Price Change Percentage 也已經有 例如我想加一個 13個星期的高位 我可以選擇這個 High Low Volume History 13 Week High 這個就是13個星期的高位 按下去它就有一個 剔號 即是加了 除此之外 除了你逐個看 你也可以搜尋 譬如我在這裡 選擇這個Search All Columns 我想找這個 市盈率 即是PE P slash E 它就有Price Earning Ratio 這個 另外 你也會見到 這裡有些分類 有些是資產類別specific 譬如 Bond Bond有自己的特性 譬如Rating 所以 譬如我加Rating 這些 就只是 Bond的資產 才會出到Rating GBP USD 就不會有Rating 選擇所有的Columns 上去Selected Columns 你看到已經加在這裡 其實你是可以將 它的次序改變 你可以 改它的次序 譬如我想Rating 表現得高一點 前一點 我可以拉上來 Price Earning 可以拉上來 甚至乎 譬如我本身有選擇Volume by default有Volume 我不要了 你可以untake 就會沒有了 現在save save了之後 它就更新了 你見到加了 Ratings Price Earning 即是PE 以及剛才的 13個星期的高位 但是Rating沒有東西 沒有出到 因為我這裡一隻Bond都沒有 如果我這個Watch List 已經製造了 我想加多一些 保票或者加多一些其他資產 再加多一些資產 又是按這個3個點 上面就有一個 Add or Edit Symbol 譬如我現在想加英國債券 加一隻Guild 它就是 United Kingdom Guild 然後這裡你可以設定Filter 設定Maturity Date 在一起 那我就不選太多 我就隨便選一隻 加了這隻Guild 因為這隻是個Bond 它就出到 它的Rating 就是AA3 加了之後 記得按這個save 那它才會 save 這個Watch List 的changes 好了 就這樣 Watch List 我加了這四個item 在這裡 都OK啦 每一次Log In 進來的時候 都可以 看到這四隻 的股價 它的changes 這些我所加了的 column 但是這個方法 就有少少 比較被動 因為我每次Log In 進來 才會看 才看到 沒理由我經常都 按進來看 如果我想它主動一點 可不可以說 GBPUSD 到了某個價錢 IP就自動通知我 發電郵給我提 是可以的 IP都有這個功能 在IP這個就叫Alert 怎樣設定呢 你可以在這裡 譬如GBPUSD 後面有個三個點 我們就可以在這裡 Create一個Alert 進來我們就 Add anotherAlert 就會選擇 Condition 這個就比較少的 只可以是它高過或者低過 譬如我想選 Less than 當它低過跌到 1.22的時候 就通知我 你記得這個要設定 Active 如果它變成這樣 就是Inactive 那就不會生效 我設定Active 還有第二件事就是 要留意到 Delivery Options 如果你之前沒有設定 你不會有Email Address 你要加回Email Address 它才會 你懂得 Send 這個Alert 去你這個 Email Address 設定完這些東西之後 我就可以登 當這個 GPUSD 跌到 1.24 好像是設定了1.24 它就會 Send Email 去通知我 好了 但設定了這個Alert 在哪裡能看到的Alert 這裡沒有 沒有展示給你看的 可能我設定了幾個Alert 我想刪除它 要怎樣呢 在哪裡找呢 要找出這個東西 其實是蠻難的 因為我自己都找了很久 最後我也是上網搜尋 才知道在哪裡找 如果我不告訴你 可能你找一個鐘 都未必找得到 要找那個Alert 就是在這個 按這個鐘 這個鐘 平時這裡就顯示 Notification 但這裡 看不見到有一個 Notification Settings 這個是可以按下去的 按下去 裡面就有一個 Price Alert 等等 這個就是 就是剛才我設定了的Alert 如果你想 Cancel 了就可以在這裡刪除 改就應該不行 不能改 只可以刪除它 如果想再設定 你也可以在這裡再設定 另外一件事 其實加個Alert 就不一定要在Watchlist 加的 你直接在這裡加 譬如我想加個Tesla 我想加Tesla 我直接在這裡加 說它 低了 跌到150 150 我就 通知我了 在這裡直接加 也可以 也可以 而且都是一樣的 記得在這裡改了之後 要按這個 Done 這個鍵 它才會 save 好了 接著就講講其他 關於Watchlist的功能 就先打開Watchlist Research Watchlist 你看到這裡 已經加多了 我剛才的My Favourite 的Watchlist 就是這個 首先就是這個Watchlist上面的 這些column 全部都可以做sorting 做排序的 你按這個箭咀就可以sort by 這個 sort by英文字母 sort by 他的bit us price 這些全部都可以按 另外這個鍵是什麼呢 這個就是一個collapse的view 就顯示少一點資料 你可以 expand它 它就出了這個 Symbol 背後真正的名字 譬如 NVDA 就是NVIDIA VUSA就是Vanguard S&P 500 那個USA的ETF 另外 在這個Watchlist 你看到其實都是想 想去買賣 你在這裡按這個 按鈕 你也可以 按Buy 或者SELL 可以直接在這裡買到的 又或者如果你想看它的圖表 直接按它的名字 它就直接會出了 這隻股票NVIDIA 圖在這裡 然後你也可以在這裡 Buy或者SELL 按鈕 如果你想看下一隻 就不用 back回到 剛才的位置 你這裡直接 它有個箭咀 向前 向後 你直接在這裡 也可以 看回你 在Watchlist 那些股票 一路scroll 也可以 好了 這就是一個很短的 影片 去介紹 IB Watchlist 的功能 老實說 IB這個Watchlist的功能 和Alert 我都很少用的 因為其實它支援到的功能 真的不太多 我主要用的 通常都是用 Trading View Free Version 它那裏 一樣有Watchlist Alert 如果以Alert Trading View 可以設定的 Condition 就多很多 例如你可以設定一些 技術指標 例如 RSI 跌穿30 然後再彈上去 又跌穿30 然後才Alert 這些都可以設定 另外我剛剛給你看 IB Webport的版本 其實在Trader Workstation 都一樣有Watchlist 功能是多一些的 設定的Columns也是多一些的 不過看到這條影片的大部份都是新手 都很少 會用到 Desktop版本的TWS 所以我就不在這裏特別多說了 另外IB的手機APP 亦都支援Watchlist 如果你在手機APP 設定了Watchlist 進去Webportal 是一樣看到的 兩個是會同步的 希望今天分享的資料幫到你 上面這兩條影片都是關於IB的教學 有興趣可以看 其實IB有個playlist 亦都可以上去看看那個playlist 喜歡這條影片的朋友 歡迎你like和share這條影片 亦都可以subscribe小魚爸的channel 按下我鐘仔 還可以follow小魚爸在英國facebook page和IG 有意見亦都可以在下面留言給我的 今天多謝你收看 我們下集再見 拜拜